Hello大家好,我是希西卡 这期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跟睡眠有关的话题 最近你们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大多数的时候我睡眠还不错 但是当我压力特别大或者是精神紧张的时候 就有过入睡难多梦 睡了很久还是很疲惫 然后第二天工作就特别没有效率 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呢 经过我现在不断的尝试还有摸索 我现在的睡眠问题改善的超级多 那今天呢就把我所有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研究表明色温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 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 高数值色温的冷光能让我们大脑更兴奋 但它影响我们退黑素的产生 直接影响了睡眠质量 所以卧室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低色温的暖光 睡觉前呢我一般只开一个小台灯 睡前营造一种呼光预睡的氛围 睡前一小时大家尽量少看手机 因为手机的蓝光也会抑制忒黑素的分泌 如果实在控制不住想看手机的话 尽量不要看过于兴奋 过于紧张恐怖的视频 我有时睡觉前看悬疑片 本来还有点困 结果越看越来劲 很久才能睡着 而且睡着以后大脑也会很紧张嘛 总会梦到很多焦虑的事情 起床以后也会很累 所以保持一种平静祥和的状态 是非常有利于入睡的 营造氛围还有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音乐 我会把自己喜欢的音响放在床头 在入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 就开始播放舒缓的音乐 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我喜欢的睡前歌单吧 睡前大家也可以营造点仪式感 用各种方法来暗示自己的大脑要休息了 我很喜欢用香腥机 滴两滴心荫草精油 味道很舒服 每一季节的时候 我喜欢用精油来搭配扩香食 每个人对香味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建议大家去实体店好好感受一下 找一个能给你带来平静舒缓的味道 尽量不要在睡觉时使用带明火的香薰蜡烛 防止会出现危险 当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我喜欢在床上做一些瑜伽或者是冥想 不去想让我们感到焦虑的事情 慢慢享受着呼气时身体的放松 以上呢就是我亲测有用的一些著名小妙章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习惯选择适合自己的 或者多拳输机会更有效 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四个可以改善睡眠的好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睡醒之后出现腰酸背痛的经历 那可能就是床垫没有选好 因为我经常搬家睡过很多个床垫 体验过之后呢我发现最舒服的床垫是那种能把我给包裹住 并且给我腰啊背啊足够支撑的床垫 选床垫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选经久耐用的 不能选睡一阵子就塌下去了的 我搬到新家以后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房子的隔音不太好 楼上的管道会经常发出嗡嗡的声音 隔壁邻居也经常装修 所以我睡觉会戴上耳塞 不能说百分百隔绝噪音吧 但是还是很有用的 而且我发现当我戴上耳塞之后 大脑会给我一种很强的心理暗示 好了其他的都靠边我要睡觉了 这对睡眠真的很有帮助 枕头呢这个名字会给大家一个误解 认为能把头给枕高就行了 其实我们要枕的不只是头还有脖子 我家现在用的枕头是这种造型的乳胶枕 睡觉的时候它可以把我脖子悬空的位置给填补住 这样能更有效的放松颈椎 睡得也更舒服 因为光线对我们睡眠的影响非常之大 想睡懒觉的同学一定要选择可以遮光的窗帘 其实我在上一个家的时候为了早起买的是那种可以透光的窗帘 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实在是太早了 只能蒙着头再睡一会儿 现在这个家的窗帘就非常满足我的需求 它是智能的遮光窗帘 我可以控制它打开的时间 睡觉时间呢它能保证光线不打扰我 而且它有定时的功能嘛 可以帮助我快速的清醒 如果是住宿舍的话不方便换窗帘也可以买一个眼罩 其实眼罩跟儿塞感受有点像 它会给我一种心理暗示 现在我要把一切抛到哪后了 我要睡觉了 我有好几款眼罩不同材质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真丝的这一款 特别的轻浮舒服 好啦这期要分享的就是这些 都看到最后了 记得点个赞再走吧 如果你还有什么能提高睡眠质量 小妙招或者是好物 记得在评论区给大家分享一下哦 我们有福一起享 下期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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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